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个背景大家应该会觉得 全新的背景,那其实是因为 今天我本来录了一整集闲聊 结果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录下来 然后我整个就气疯 所以我现在还是决定用我手机的前置镜头录 不然到时候录了半个小时 然后还是没有东西录下来的话 我真的会疯掉 因为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光线最好的角落 那今天的影片是诺桑爵士的闲聊导读 那其实我在三年前已经做过了 一个一模一样的影片 但是当时我人还在美国交换 那时候是大死 然后我前阵子就因缘忌讳的重看了那个影片 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sh,真的不能接受 就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 在影片的一开始 就是闲聊那么多都没有迁入正题 现在好像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总之我就觉得当时讲的 并没有那么的有条例 所以我就觉得说 既然三年后我有了一些成长 然后也很感谢当时 居然有700多个人看了那个影片 可能也有得到一些些的帮助 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那我今天就决定再重新做一次 这本书的闲聊导读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三年前青色 充满胶原蛋白的 我也可以点下面的连结去看一下 因为我相信是不同的时期 我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也不会讲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那今天的话 我也会把时间总放在下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针对你们自己想看的时间段 去做观看这样子 那一开始当然还是要先讲一下 这本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基调的作品 然后还有它的故事大纲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那其实这本书是正好斯丁非常早期的作品 那也是它作品里面相对没有那么有名的 那它总共有六本完整的小说 那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傲慢与偏见 理性与感性这种 是有非常有名的电影版本的作品 这样子 我觉得诺桑诀 其实非常适合大家阅读的原因 是因为它算是这一系列的小说里面最讽刺的吧 就是说它的剧情最荒谬 然后呢也最多的针对了 当时少女爱看 就是哥德小说的这个情节去做讽刺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其实跟现在社会的很多现象 是不约而同的有类似的地方 那里面有非常多角色 也非常多讨人厌的地方 那我个人也是觉得 这部分可以娱乐到大家这样子 那其实据说当时正好斯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也是基于一个想要娱乐他家人的出发点 然后再加上当时因为也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写作还不是那么的纯熟 风格还没有定下来 所以它的风格也会跟后面的傲慢与偏见 理性与感性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这本书 它主要就是建立在一个出发点 就是他想要去嘲讽 当时非常流行的哥德式小说 所以呢这本书的女主角 她就是一个非常着迷于哥德式小说 或者是像是感伤小说 这样子系列作品的一位少女 那他就很容易把这种小说里面所谓的丰沛的情感 然后呢古怪离奇的情节 当作是真实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正好斯丁他就正式拿这些哥德小说的架构 去写这本书 然后透过这些情节里面添加了一些翻转 然后来嘲讽说其实真实世界跟哥德式小说的差别在哪里 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有趣的主题会 另外去讨论 好那首先呢 其实应该要先解释一下 哥德式小说跟我刚刚所谓的感伤小说是怎么一回事 那其实哥德式小说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其实就很像是我们看到中世纪的古堡啊 然后充满了细血鬼啊 黑暗啊 古怪啊 迷信这些元素呢 其实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哥德式的穿搭的话 大家应该可以想到就是说 眼妆可能会比较烟熏啊 然后会有一些十字架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暗黑庞克风 很常会跟哥德式的穿搭联想在一起 那其实哥德式小说呢 当时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是有很多类似的元素 那基本上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看 尤其是少女 就是因为里面有非常多让人惊悚 然后呢让你的感官整个被打开的元素 所以里面基本上就会有神秘的古堡 凶杀案 奇怪的男主人 常常昏倒的女主角 你知道就是当你受到过多的惊吓的时候 就啊 然后就昏倒这样子 那感伤小说也非常类似 就是说这些小说里面的主角 他们都是被情感给支配的人类这样子 所以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 发现一些这么光怪陆离的事情 然后最后也会因为惊吓就啊 然后又昏倒 反正基本上里面的人活得就非常穷摇 这样子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就是情感会支配他们的全身 那我也正是觉得 因为这些小说 它非常的超脱于现实世界的情节 那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读这些书的时候 会得到很大的娱乐 尤其是其实很多这些哥德式小说 或者是感伤小说呢 它就会充满了有点类似像是 接近性与暴力的内容 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有点接近色情小说的范畴 那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读的时候 会觉得那么兴奋吗 好像在看一些境界的东西 那大家如果对于这部分 有更多想要知道的话 你们可以去搜寻Gothic Novels 或是Sentimental Novels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感伤小说 那在郑奥斯丁和诺桑爵士里面呢 里面的角色所读的书里面提到的书名 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书籍 而不是郑奥斯丁自己下掰出来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寻那些书的内容是什么 那其实都蛮有趣 我自己有读过一两本类似的东西这样子 好 那解释完了哥德小说 以及感伤小说之后 我们才可以进到我们的故事大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 郑奥斯丁想要嘲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吗 我们要先知道那被嘲讽的主体 我们才可以了解这本书 为什么这么的有趣 那其实基本上我认为 诺桑爵士它其实可以算是一个成长式的故事 有点像是我们所谓的哈利波特 波西杰克森这种东西的感觉 那诺桑爵士的女主角呢 叫做凯瑟琳莫兰 就是Kathryn Morland 那Kathryn Morland 她出生于一个非常小康的家庭 那家里有十个小孩 然后呢 父母也都是非常的友善的一对夫妇 然后呢 爸爸是一个牧师 所以她其实从小到大是无忧无虑的 那其实在郑奥斯丁每一个小说的故事开头 我们都可以细细地去读 一家带的第一句是什么 我觉得都非常有趣 那尤其是因为这本书 它是要嘲讽哥德式小说嘛 那一般来说 我们在读哥德式小说 或者是我们在想象哥德式小说的时候 里面的人物一定是不平凡 一定会有非常多古怪的遭遇 非常离奇的事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小说的第一句写了些什么 好 这本是我自己手边有的诺桑爵士 非常的可爱 它第一句写说 这句话分成中文呢 就是如果有任何人在小时候看到凯瑟琳莫兰这个少女的话呢 都不会认为她是一位女主人 我不会认为她是一个带有主角光环的人 我想说哇 你也太开宗民意地告诉我们 这个女主角她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路人了吧 好那她第二句她说 好那这句话就更加继续地解释说 她的人生 就是例如说她的身家背景 她的个性 她的父母 全部呢 都让她跟女主人翁 这件事情 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 那其实 她在这里面小说的设定就是一个 她不穷 她不愁 她善良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就是一个跟你我一样 正常又平凡的人 好所以 故事就是由一个这么平凡 正常的女主角所展开的 因缘忌讳会下呢 她就跟她父母的一对朋友夫妻 就是Mr.&Mrs.Allen 那就跟着这对夫妻一起到了英国的巴斯 去玩 算是去开开眼界这样子 那在当时巴斯呢 其实就是一个社交神地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人 她其实是很不喜欢巴斯 就是因为巴斯就是一个充满人群啊 然后社交礼仪啊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远离城销的人 通常呢就会就是离巴斯远远的 这样子 所以凯瑟琳一开始进到这个巴斯 她就哇 就是眼界大开 然后遇到了非常多的人 那她在里面呢 遇到了两组非常重要的人马 那两组刚好都是兄妹的组合 那第一组呢 就是我们的男主角Henry Telney 然后跟她的妹妹 Eleanor Telney 好 所以一个是亨利 一个是艾莲娜 然后再来另外一对兄妹呢 是她哥哥的朋友 所以呢 这一对兄妹 一个是John Thorpe 约翰 然后再来是Isabella Thorpe 所以就是有两男两女的组合 这样子 那其实基本上在凯瑟琳离开家里之前呢 她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非常窄的 她对于世界的了解就仅限于她的家人 然后还有她对哥德士小说的热爱 就这两个 所以呢 其实她对世界的了解很多都是建立在幻想 与无知的猜测上面 因为你只是透过书去了解世界嘛 那你所知道的东西一定是不多的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女性 其实她们的教育并没有那么受到重视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女生读太多小说是危险的 因为很多小说其实都充满了性啊 暴力啊 就是跟这个社会比较脱节的事情 然后呢 刚好历史又是由男人书写的 所以其实读起来 女性在历史上面所扮演的成分有相对的少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她也间接点出很多女性当时的困境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父权的社会 那总之呢 凯瑟琳就进到了巴斯这个社交圣地 然后跟这四位男女开始进行的交流 然后开始接触到他们的价值观 好 那在第一眼见到我们的男主角亨利的时候呢 她就算是非常喜欢她 然后觉得这个男生非常的幽默风趣 那当然这位亨利在诺桑角色里面 也展现出了她的自负 然后她在凯瑟琳面前 常常会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堆有的没的 然后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有一点点 好像过于的爱炫耀 过于的爱滔滔不绝地讲 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那再来凯瑟琳也遇到另外一个喜欢她的男生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约翰 好那约翰跟伊萨贝拉 我认为可以说是在这整本书里面 最讨厌的两个角色 因为呢 他们很常会把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凯瑟琳身上 或是强制她去做东做西 好 所以凯瑟琳呢 她在跟这些人相处的过程中 她其实也可以判断得出来 谁对她是有好的意图的 谁好像是有想要强迫她 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凯瑟琳呢 她就在跟亨利相处的途中 然后被邀请了 去诺桑爵士做客 那诺桑爵士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男主角跟她妹妹 还有她爸爸所住的一个寺 就是诺桑爵士本寺这样子 所以呢 凯瑟琳就想说 天哪 诺桑爵士听起来就超歌德的 感觉就会有超多奇怪的事情发生 好 那她就咚咚咚跟着这对兄妹 一起到诺桑爵士 那在做客的时候呢 她当然也有预期说 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毕竟这是一个有点像古堡啊 中世纪啊 的感觉 好那 结果在这里面呢 她也知道说 这位兄妹她们的母亲呢 已经过世了 那她也猜测说 这对兄妹的父亲 看起来非常的不友善 她是不是藏有什么秘密 是不是这个宅地的女主人 她是意外离奇死亡的呢 她心中就有种种的猜测 因为毕竟她看了 非常多类似的书籍嘛 所以呢 她在这个诺桑爵士生活的期间呢 虽然她觉得 大家都对她很好 一切都非常舒服 但她总觉得 这个房子一定有秘密 所以后来她就 不顾男主人的建议 她就偷偷地跑到女主人 当时的卧房 想要去看她的画像 然后顺便想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离奇的事情会发生 殊不知 就在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被男主角亨利给发现了 那亨利在看到她 去造访这个女主人的房间的时候 她就非常的被冒犯 她就说 你以为我爸爸是杀人凶手吗 你以为这个宅邸 真的有奇怪的事情吗 你想象力会不会太丰富了 我们的教育有教导 我们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吗 所以她就是整个被冒犯到 那凯瑟琳就觉得非常的羞愧 非常的难过 那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就是她突然的被请回家 那其实在当时 你请一个女生来做客 然后呢 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交到回家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陪伴她 其实是一件 第一个是非常无理 第二个是非常恐怖 因为其实你在坐马车回去的路上 可能会有人抢劫啊 那如果没有人保护你的话 那你可能人才两失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呢 凯瑟琳就非常伤心地回到她的家 然后她心中也想说 好啦 我活该 因为我偷偷地跑进去人家 就是女主人的房间 实在是非常的没有礼貌 所以你们赶我出去也是应该的 但是最后呢 亨利呢 就跑来她家 跟她说 对不起 就是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其实是因为我爸爸 他误以为你很有钱 所以呢 本来请你到我们家 是想说 可以就是你知道吗 帮她的小孩 找到一个很好的千金 然后呢 让她娶她 那结果后来发现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有钱 所以 那后来我爸爸发现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有钱 所以就无力的把你赶走了 我们之前都不知道 他有这样的计谋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好 那亨利也因此呢 就跟凯瑟琳告白 所以他们两个就有情人 忠诚眷属这样子 那当然中间有发生一些事情 例如说 伊莎贝拉 跟凯瑟琳的哥哥 有点像是几乎是要订婚了 但是呢 伊莎贝拉依然是到处的去 算是年化惹草 希望可以可能再攀上枝头变凤凰 结果呢 就因为她 不守信用嘛 然后呢 也让自己的名声败坏 那也让凯瑟琳彻底的领悟到 到底谁才是真诚的 谁才是所有的伪君子 因为其实你在交朋友的过程中 你很容易这边道听途说 那边道听途说 那其实经历过这整趟旅程之后 凯瑟琳她也蜕变成了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大人 可以这么说 那最后呢 她也跟亨利顺利的在一起 那其实非常有趣的就是呢 在最后的时候呢 张奥斯丁有用一句话来解释 亨利跟凯瑟琳之间的爱情 那这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 我来读一下 I must confess that his affection originated and nothing better than gratitude or in other words that a persuasion of her partiality for him had been the only cause of giving her a serious thought 这句话呢 简言之就是说 其实亨利的爱就是来自于感激 有点像是 当你发现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 就觉得说 哇 谢谢你喜欢我 然后呢 再从这份感激 开始发展你对这个人的爱 那其实这个就非常讽刺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我们在看感伤小说 哥德士小说 那个爱都是轰轰烈烈 然后万箭串心 哦 我爱你爱得要死 这样我没有你会死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穷摇 这样 可是在张奥斯丁的诺桑爵士呢 第一个就是女主角平凡无期 已经先打破了这个规则 再来是 真的到了古堡 就古堡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女主角的死就是自然死亡 她就是生病死 她没有被杀死 没有任何的秘密 但是里面的秘密呢 就是男主人他很恶毒 他是一个心地不太好的人 就这样子 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男主角会爱上女主角 纯粹就是因为 他觉得说 哎 你爱我哦 很感谢 所以呢 他才慢慢也对女主角 产生了同样的爱慕之情 那所以其实 这本书就是充满了翻转 原本哥德士小说设定的一些情节 那我觉得也就是为什么 这本书这么的有趣 因为他看似是否定了 哥德士小说里面所叙述的 不切实际啊迷信啊 或者是恐怖啊 光怪陆离的事件 但事实上 这本书里面还是依然存在着 欺骗 背叛 然后人心险恶 狡诈等等的 例如说像是他认识的 伊沙贝拉跟约翰 他们其实也就是非常的爱骗人 然后非常喜欢PV别人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不守信用 充满了谎言 然后口口声声说 我最爱你 口口声声说 我跟你是朋友 可是却做出完全不一样事件的伪君子 或者是说 虽然在诺桑角色里面 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谋杀 但是呢 这栋房子的男主人 他其实跟吸血鬼没有什么两样嘛 因为他事前如命 所以他把女主角凯瑟琳邀请来家里 就是想要吸干他家里的血 但后来他发现 他家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有钱的时候 他有一脚把他踢掉 那后面呢 更有趣的就是说 虽然他发现凯瑟琳没有想象中有钱 而勃然大怒 但事实上凯瑟琳家里 其实还是有一点钱的 就是他没有很有钱 他也没有不有钱 所以他就是一切都是借在中间 一切都打破了你对这种黑暗 古怪哥德式小说的幻想 所以呢 这本书就是非常有趣的 充满翻转 但他同时某种程度上呢 他也是把所有我们认为 只会出现在小说里面的欺满 也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那其实也正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 会经历到的很多事件 所以我觉得诺桑角色这本书呢 真的是大家不能错过 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他的改编电影 我觉得他也是把很多有趣的桥段 都直接把它呈现在影视作品里面 尤其是像是女主角的幻想啊 那我之前在我旧版的说书影片也有提到 就是他把女主角对于哥德式小说的幻想 全部融入了他现实生活的经历 那我觉得把这部分拍出来 他其实就是符合我们现代人 可能很喜欢看一些总裁系列的偶像剧啊 可能喜欢看一些情爱的言情小说啊 或是甚至看一些同人文啊之类的 其实他都有一点点像是反映了 洛桑角色里面的概念 就是说可能这些东西会被认为是非常通俗的 因为其实在当时对于非常有修养的文人来说呢 哥德式小说或者是赶上小说 都会被认为是非常低俗的 但说什么通俗的东西会受欢迎 那就是因为人们有这样的需求 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少女爱上总裁 那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爱我们喜欢总裁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时候 被大家认为俗气的东西 我们依然喜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凯瑟琳身上找到自己 至少我自己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尤其是你看着凯瑟琳一步一步的在巴斯这个社交记里面呢 他慢慢的意识到 谁才是真心的 谁才是不真心的 以及他能够将自己对于是非对错的价值观 套用在他真的接触到的新世界上面 这也非常符合我们在入社会 或者甚至在学校里面的很多经理 对那今天简单的稍微讲一下 希望呢搭配我过去的旧影片 也可以稍微补足一些当时的不足 对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一部小说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跟我说 那我们都可以就是做一些讨论这样子 那我之后也会尽快的把其他两部的闲聊道读做完 然后也有很多音乐剧想要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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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